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有非常殊胜的姻缘 来到印度路野院 这个是世尊当年成佛以后第一次说法的地处 也是在这里正式成立了三宝 佛法僧 佛宝就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三千年前 在菩提嘎亚这个地方 菩提树下成等正觉 证得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成佛了 然后他在定中观察 有原来五位弟子 成道的姻缘成熟 所以呢 不辞劳苦啊 不行从菩提嘎亚 走到这边 路野院 这个城市啊 叫 叫 哇拉那西 那么来到路野院的时候 遇到原来的这个五位弟子 这五位弟子呢 本来是跟着世尊一起修苦行的 世尊十九岁啊 离开王宫之后 为了 降得泄脱 师从外道 修各种的苦行 因为当时外道认为 好好地修苦行 才能够放下自己的身心 这些烦恼 才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世尊修非常 痛苦的啊 这种折磨身心的这种修行方式 那么五位跟随他的这些弟子 原来也是从王宫里跟出来的 当然对世尊非常的敬佩 那么后来世尊呢 发现呢 一味的修行苦行 折磨自己的身心 也不是正德泄脱的方法 一定要走中道 既不能够像世间人那样 追求五欲的享受 也不能够一味的 过度的来折磨自己 这个两边都不能够啊 得到泄脱 所以呢 他就决定了放弃苦行 所以接受了牧羊女的 乳迷的供养 那么就在四月初八这一天 在菩提树下 大车大悟 证得了无上正等正确 然后为了救度这五位弟子啊 就来到此处 鹿野院 就在我们后面呢 这个法王塔 这个地处 第一次说法 就度了这五比丘 成立了僧团 所以佛就是佛宝 法呢 法宝啊 就是所说的四圣地的法 四圣地 也就包含了 整个佛法 它包括 世间的因果 和初世的因果 世间的因果 是苦 疾 初世的因果 是灭道 苦是果 为什么有苦果呢 因为我们有 烦恼的集聚 不断的 在妄想分别执着 这些烦恼当中沉沦 所以就没有办法 泄脱 永远在苦海当中 那么觉悟了以后 就为了 求祭灭 祭灭 也称为涅槃 也就是啊 没有烦恼的境界 小城 但烦恼 只是说 断剑丝烦恼 而大臣断烦恼 是指 把剑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全部都断尽 也就是啊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境界 这就是啊 这就是啊 修道 而正得 祭灭的境界 所以 灭道 灭是 泄脱的果 道 是泄脱的因 因为修道 才能够 正得大祭灭 大灭盘 那么这两种因果 苦极和灭道 概括了 全部的佛法 啊 既包括小城的 佛法 也包括大城的 佛法 都不外乎啊 苦极灭道而已 那么 我们从天台的教官里面呢 就看得到 智子大师把苦极灭道 分成藏通别园四教 藏教呢 实际上就等于小城 像阿含经里面所说的 都是小城的四地法 那么现在南传 主要都是啊 这个以小城的四地 为主要的 这个佛法 那么大城的教义呢 就包括 通教 别教和原教 通教是通小城和大城 这个别教呢 就是啊 有别于小城 不同小城的啊 就是纯粹的大城 原教呢 是最圆满的教义了 那 那么一般讲 那藏教的这个四地 叫生灭四地 叫生灭四地 通教的四地呢 是无生四地 讲一切法 无生 所以无灭 不像小城 藏教里面说的 是有生有灭 是世间法 有生也有灭 所以我们修道 就有所正 能够啊 得到啊 真正的泄脱 这都是从啊 生灭四地上 而说的 那实际上通教 就有大乘的思想 讲的是无生 一切法 本自无生 哪里有灭 所以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你当下去 泄脱了烦恼 正是因为我们呢 不了解 一切法 本自无生 才会虚妄地 生起诸多的烦恼而已 那么别教的四地呢 是讲无量四地 别教是行大乘菩萨道 自己正得的泄脱了 还要帮助一切众生啊 正得泄脱 所以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 因此发起四弘誓愿 所谓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这是从事项上 发起这个四弘试愿 事项上 一切都是无量的 众生也无量 烦恼也无量 所以法门也无量 法门是对治烦恼的 那么所证的佛道也是 无上究竟圆满 那么四弘试愿实际上也是 从四地法出来的 众生 这是讲苦果 众生跟佛 本来平等 但是众生因为迷惑颠倒 所以就成为众生 这是轮回在苦海当中的 失去了觉悟 那么众生无量 但我们试愿度 因为看到了苦果 所以菩萨升起了 修行 正果 度众生的心 所以发起 烦恼无尽 试愿断 众生是苦果 烦恼是基因 这是讲 世间的因果 所以要度脱众生 必须要断尽烦恼 首先自己要断烦恼 然后帮助无量众生断烦恼 所以这个烦恼 无尽试愿断 既包括断自己的见思烦恼 也包括 帮助一切众生断尽见思烦恼 而菩萨在帮助众生断烦恼的时候 虽然自己不会升级 见货 私货 种种 贪嗔痴的这些烦恼 但是他看到众生无边 他也会觉得 有时候 找不到适合的方法 来度脱他们 所以在 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度众生 就是气息上面 菩萨不能圆满 这上面他会生烦恼 他本身不会生贪嗔痴的 因为他们是菩萨 所以这些烦恼 叫沉沙烦恼 因为众生无量 所以要找到 度无量众生的无量法门 这叫沉沙 像沉沙那么多的 这些 不能究竟圆满了 这些都属于烦恼 属于沉沙烦恼 是菩萨的烦恼 我们凡夫谈不上沉沙烦恼 先断自己的见思烦恼再说 那么即使断尽了沉沙烦恼 都能找到度众生最适合的方法 他还是没有能够帮助众生 究竟圆满成佛 最后等觉菩萨尚有一分 身相无明没破尽 这就是无明烦恼 三种烦恼 虽然无量无边 誓愿不尽 断尽 所以要修无量无边的法门 是为了断烦恼 实际上呢 真正自己泄脱 不用无量法门 就一个法门就行 就是我们师父上人常讲的 要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这是我们作为凡夫修行的阶段 等于自己断尽了见思烦恼了 你要度众生了 就必须要学无量的法门 那个时候这些法门不是度自己的 是为了度众生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道 出示法的因果 修道 这个道是无量无边的道 每一种根性的众生 用适合他们的方法 最后呢 证得了无上的佛果 这就是灭 这个灭 是大乘意义上的大寂灭 不仅自己 已经泄脱了 众生也泄脱了 自己跟众生同入大涅槃的境界 同 正 无上 正等正觉 一时 圆成佛道 这个时候是大寂灭 所以 四鸿寺院呢 实际上也是四圣地 所以 无论是小城 大城 都离不开四地法 这就是啊 佛当年最初转法轮 所说的四地法 法宝 里头已经概括进了 佛所说四十九年的一些法 当然不同根性的众生 所接受的法 就不一样 法本身没有高下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但是众生根基有不同 所以呢 他们所听到的法 就不一样 是在他们所听到的 这个意义上来讲 不一样 佛是一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 各得解 就像上天下雨一样 平等的 普润万物 但是 你看大树 吸收的水分呢 就多 小草呢 吸收的水分呢 就少 不是啊 上天不平等 哎呀 要给大树多一点水 给小草少一点水 不是的 佛心是平等 对一切众生啊 都是啊 平等普度 所以一音说法 说出四地法 众生听到的就不一样 就像佛讲阿含经 虽然呢 主要是为了度 小成根性的众生 但是无量诸天 他听到的 他们就发起 无上大菩提心 他们也就得到 大成的 这种殊胜利益 所以阿含经 难道就是小成经吗 也不能这么说 经本身哪有大小之分呢 都是因为众生 根性不同而已 所以所说的小成法 大成法 不是就法而言 是就众生的根性而言 大家会听的 即使听佛讲 五戒十善 看似小成的法 你也能证得 无上正等正确 但是不会听的 你只能得到了 人天的利益 甚至可能 人天利益都得不到 为什么得不到 因为你不相信 就得不到 甚至有人听了 不仅不相信 还诽谤 那就是下地狱了 所以啊 佛讲的这个四地法 讲出了 讲出来之后 我们会善听 就真正得到 无上殊胜的利益 无上殊胜的利益 那么佛当年呢 坐下只有五个听众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当时这五个听众啊 还不是比丘 就是一般在家俗人 因为他们既没有 皈依三宝 当时也没有三宝 还没有三宝出现 更没有受戒 佛还没有治戒 所以就是在家的俗人 可是呢 因为呀 他们听法善听 当下就契入境界了 第一位证得 阿罗汉果的 就是乔臣如尊者 然后这五位比丘相继得度 都证得了阿罗汉果 所以自然就出现僧团了 他们呢 得到比丘戒 是不是我们现在用白色节目的方法得比丘戒 他们证得阿罗汉了 马上就是得比丘这个戒题 所以佛当时给他们受戒 很简单 就讲了一句 善来比丘 马上呢 七法自落 袈裟在身 波就在手上了 就献出比丘相了 当年的这个僧宝就这样出现了 这是真正意义的圣贤圣 就在此地 鹿爷院 三宝在这里出现 三宝的出现 可以说啊 这是地球上最意义最殊胜 最伟大的这么一桩事件 因为如果没有三宝的出现 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 就像在暗暗长夜当中啊 永远得不到光明 永远找不到出路 自从有了三宝出现于世 佛才给他们指引了一条 泄脱生死的道路 正得涅槃的这个方向 好好的依知而修行 你必定能够得到 佛在经中所说的那种啊 境界和利益 可以当生了脱生死 这个出离轮回 甚至证得圆满的佛道 如果没有三宝在世 那我们众生实在就是太苦了 穷的人固然是苦 你看我们在印度 我们今天驱车来到此地 一路上看到了 这些贫穷的人 真的是很贫穷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 我印象中大概在十岁以前 在农村所见到的景象 在这里见到 当时我十岁以前 我是1973年出生 刚刚文革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国也是非常贫穷落后 我们看到印度 现在就好像当年的 那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固然是一种苦 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都富裕起来了 生活享受啊 也是过去人都没法比的了 但是你们看他们 真的就得到了自在泄脱了吗 真的就没有烦恼忧虑了吗 也不然 烦恼忧虑还是这么多 甚至富贵的人 晚上都要吃安眠药 才能睡着觉 一天到晚都在忧愁苦难 所以 无论是贫还是富 无论是贵还是贱 众生啊 都在烦恼痛苦当中 这就是因为啊 没有法的滋润 所以啊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都有义务去弘扬 佛陀教育 把法带给众生 这是无量寿经所说的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因缘很殊胜 佛第一次说法的地方呢 追忆三千年前 佛讲法的那种状况 佛当时候一定是啊 真路也愿非常寂静 听法的这五个听众 也是非常专注恭敬的亲 所以佛讲的不用很多 短短的时间呢 就能让人开悟 三千年后的今天呢 我们在此地啊 也来模拟一下 当然呢 我们自己都是凡夫 用这种方式啊 等于用来纪念世尊 因为 像自己出了家了 就是要学佛 佛告诉我们 佛不再是以戒为师 我们受了戒 我们就要啊 学佛 真正把戒律做到 就有点像佛 因为戒律就是佛的行持 虽然正不到佛的境界 起码你的行为 要有点像佛 所以要以戒为师 有了戒才有僧保 有了僧保 才能传佛保和法保 所谓法赖僧传 这是我们出家中 比丘僧 必须要担当的使命 就是少龙佛种 弘法立生 上报福恩 下渡众生 那么在家的居士 有义务护持三宝 护持佛保 就是真正的 我们恭敬 佛 跟佛学 听经文法不间断 自己每天都能读经 不离开法宝 不离开佛的教诲 这是恭敬法宝 恭敬出家人 无论这个出家人 是持戒也好 破戒也好 只要他是穿袍大衣的 献出声像的 我们都啊 一律平等的恭敬 因为我们恭敬他 就是恭敬我们自身 心中的僧保 我们呢 看不起他 甚至 去毁骂 清漫他 就是毁骂清漫自己 心中的僧保 那自己得到的损害 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要互赐好 三宝 能够希望三宝 久住世间 那么佛当年所说的四弟 我们现在听了 也不能像佛当年 在世的弟子们一样啊 马上挣到阿罗汉 甚至连个出国都挣不到 这是我们的根性啊 确实大不如前人了 为什么就是末法时代呢 就是因为我们根性太差 啊 那么 无论是听法的人也好 还是讲法的人也好 都是凡复 都是啊 业障深重 那么 有没有出离的指望呢 好在啊 佛给我们留下了净土法 佛跟我们预言 正法时代 以戒律成就 向法时代 以禅定成就 那么 那么论戒律 论禅定 我们都 修不成 啊 那么现在末法时代呢 佛预言 以净土成就 大集经上讲 末世一亿人修行 罕一得度 啊 唯有 念佛法门 得度生死 就是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法门 可以帮助我们 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 当生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为什么呢 你 现在好好念佛 信愿持敏 临终蒙佛接引 现身 就能正德 阿维悦智菩萨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在佛道上 不退转 一生 便能成佛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四地法 归入了净土法门来讲 苦极 是叫我们放下 认清楚 这个世界啊 只有苦 没有乐 那我们身心都处在烦恼当中 烦恼是极 这个苦 就是果 如果我们呢 不厌离娑婆 不出离这个轮回 就在这个苦极当中 永远无休止的轮回 轮回了无量节 现在要把他放下 所以欧一大师劝我们 要厌离所破 心求极乐 心求极乐 就是出世的因果 就是灭道 这个道是什么呢 就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偶一大师归纳成四个字 信愿之名 深信 阿弥陀佛 深信有极乐世界 深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普度一泄众生 那么我们呢 相信自己本来是佛 只要现在 信愿土 恢复我们本有的佛性 所谓脱极乐世界的依正 这些境界 显现我们本有的自信佛性 愿就是真愿往生西方 发起这个深切的愿望 这一生没有别的目标了 就这一个目标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通通放下 放下就专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自始至终 终身不改 不拐弯 不间断 不怀疑 不夹杂 最后必定得胜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四地法 我们真正就可以做到圆满了 这个四地 藏通别原四教都涵盖了 连这个原教 刚才没有特别讲原教的四地 原教的四地 叫无作四地 无作什么叫无作呢 不用造作 你当下 佛性就是圆满的 把这个烦恼当下放下 你就能证得圆满的佛性 你就能成佛 不需要任何的造作 那我们念佛呢 也体现了这个原教的四地 当下念佛时 就是成佛时 成的这个佛也是圆圆满满的佛 所以念佛时 苦疾就断掉了 烦恼给断了 苦果也没有了 修这个念佛这个道 马上就得到大击灭的境界 所谓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念念直屈 无上正等正屈 那么真能够入这个境界 就得念佛三位 你就不是娑婆界内人了 你就是极乐世界人 虽然身还留在世间 这个叫什么呢 不受后友 大事已办 不受后友 这是最殊胜 最圆满的一个法门 我们末法时代众生 万修万人去 那么今天在此地 我们把佛当年最初说法的四地 结合这个净土法门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叙述 以此来纪念我们最尊敬的世尊 本师是亚摩尼佛 来报答世尊 为我们所有这些苦难众生 说法大恩大德 那我们最重要的报恩 就是依教奉行 老实听话真干 信愿持明 求生净土 真正往生西方 就是圆满的报复恩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以此作为供养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